那其實我是一個只要分手了 我會斷了所有聯繫的人 因為我覺得你如果有任何的牽扯 你一定會有那個回憶在 我覺得真的是有點 就是真的放不下 所以你與其就是全部斷掉 可是有時候你在滑FB的時候滑滑 因為一定會有共同朋友 他可能到了他的那個地方去留言 然後你可能可以看到他的一些訊息 你就會很想要點進去看 可是他又把你 就是我們已經不是好友了 所以其實你是看不到那一篇的 如果共同好友沒有留言的話 你是看不到那一篇的 我就會找這個共同好友出來 你手機借我一下 我就會點進去他那裡 然後去看一下 這個真的 很有心耶 主心經驗耶 不是Tag 你之後應該要封鎖 換他 封鎖就看不到了 直接封鎖就好了 但我跟你講 你有時候看到朋友到他那邊去留言 比如說那個也看不到 你封鎖他就看不到 你封鎖他 你就退出徹底啊 不忍心吧 他自己留了一條後路啦 對啊 你還是會 因為你不知道未來會有什麼樣的發展 所以你還是會想要了解一下 然後你如果有看到他 比如說他可能PO 他最近又交了新男朋友 確實會比較一下 就是會看一下 還好嘛 如果他交了H呢 好啦 那就給H 你就是盡老真神的概念是不是 既不如人 我們就好 你這個不錯 這個可以 對 八次 還是會這樣 你心情就好簡單 對 就 不是心情 不是 我覺得 這個還是 這個是可以 可以托付終身的 OK 對 至少過得不錯 不要講這種場面話 托付終身的 這個是可以的 對